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赵露丝穿礼服都这么可爱 娃娃抹胸裙配麻花便 阳光下温柔又亮丽 身材娇小的女生 往往在穿衣打扮时展现的魅力都是偏可爱风格一些的 但是实际上娇小的女生也可以非常的妩媚和有女人味 比如赵露丝就能够很好的驾驭出各种妩媚的衣服 充分展现出她的魅力 在其中的一组写真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她的身材其实非常的好 而且一直是走甜妹风格的她也能够非常辣 普普通通的连衣裙穿在她的身上 让她整个人都散发着别样的魅力 她日常很喜欢穿娃娃裙 无论是私服还是礼服 很多造型都离不开这个元素 纯色果胸连衣裙 妩媚同时也要很可爱 穿白色的衣裙显得整个人非常的纯洁与沉静 果胸式的设计能够完美地露出整个肩膀 对于这种身材娇小的女生来说 其实大部分个子都是偏瘦小的 所以肩膀的部分也非常精致 看起来楚楚可怜 果胸和洛间使用了和叶边的设计 让衣服整体看起来精致感十足 让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会集中在比较精致的头部 反而对于身材方面却在意的很少了 腰部使用了收腰的设计 再加上一圈小小的和叶边 再充满了女人味的气场中 又增添了一些俏皮的感觉 仅仅对于穿搭来讲 这样的一条裙子已经非常充足了 不管是从设计感还是裙子里面包含的元素 就已经非常丰富多彩 而且很有层次感 穿上去完全不会单调 但是作为女明星是不可能满足这种层次的美丽的 在配饰方面 她还搭配了一个精致的蝴蝶结耳环 下坠的弧度刚好能够修饰脸颊的侧影 另外发饰方面带了一个纯白的蝴蝶结 起到了非常好的点缀作用 这样的一身穿搭 搭配上比较清新秀丽的妆容效果就能非常好 最好选择彩色系的眼影能够和衣服形成对比 眼尾的部分要使用微微上调一点的设计 眼角再点缀上一颗小类质 非常有个人的特色 连衣裙结合泡泡袖 来自娃娃裙的加分秘诀 相对于短款的裙子比起来长款的就会更加的纯净和安定一些 其实身材娇小的女生很少会去选择长款的裙子 因为长款会比较压人 从气势上让人显得会比较矮一些 但是长款的设计再加上很多比较细节上的点 就可以化解这种尴尬 比如说使用V领的设计 能够使脖子和锁骨更加具有延展性 再比如泡泡袖的设计 可以遮盖住胳膊上的肉肉 同时增强上身的重量 将均横点提升 这样就不会被裙子所压住了 赵露丝在妆容方面 大部分时间走的都是清新淡雅的尾素颜妆 淡淡的眼妆部分搭配同和头发同色系的眉毛 加上粉嫩的唇色就能够打造出一个校园女神的形象 非常好看 紫色连衣裙也能很魅惑 色彩搭配超动感 紫色是一个比较有魅惑性的颜色 这样的一个颜色作为主色进行穿搭 其实大半部分时间显得人会比较成熟和稳重一些 但是如果选择了娃娃裙的设计 就会让人多一些可爱感和清纯感 不管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只要是这种类型的裙子 赵露丝都能够驾驭得很好 展现出非常完美的样子 总体上而言 就是她的这种风格与这种裙子的版型非常适合 虽然这个裙子她的版式是固定的 但是长短的选择 还有细节处的设计 却能够在细微处调整出 很多个性的点 我们在进行穿搭的时候 也可以学习她的这种做法 选择或者是发现某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单品之后 就把这种单品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各项穿搭里面去 不局限于她的固定版式 小个子 甜美系的女生其实可以发挥的空间更多 不仅是代表可爱感的娃娃裙 娃娃领 碎花 小吊带都可以穿起来 尽可能展现玲珑身材带来的优势 更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啊